《风筝》是老戏古刘云龙自导自演的谍战片 真的太经典 太精彩 太感人 它的播出挽救了国产谍战剧偶像化和轻松化的尴尬局面 这部戏看起来给人的感觉事迹真实又残忍 刘导饰演的军统六哥 也就是郑耀仙 也称鬼子六 双手沾满了多少同志的鲜血 但六哥默默做着的这一切 我们能完成吗 把我看哭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 来源于网络第一 在地下党曾莫里的审许室里 六哥把其他人执开 把监听器拔掉 然后跟曾莫里说 情报已经安全送到延安交给组织 曾莫里问了一句 你是谁 六哥回答说 送你上路的 是你的同志 希望你不要恨他 听到这句话 真的我看哭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 来源于网络可以想象 此时六哥内心是怎么样的 亲手把自己的同志杀死 他的那种无奈和无能为力 是多么的痛苦 为了信仰 为了心中活 更为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六哥默默做了 第二 当六哥正为恋人盛汁点好了牛排 但此时窗外的恋人却被害 作为一个特工一个地下工作者 虽然生死是早已置身事外了 可真到那一刻 谁能接受的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短短的摆布之遥 六哥眼睁睁看着恋人被害 这个在他黑暗时 唯一的希望从此就消失了 六哥难过 他想哭 但作为一名高级特工 他忍住了 他没有哭 但我看哭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第三 恋人成真牺牲后 军统要求六哥正要先自证 清白 将成真挫骨扬灰的时候 六哥忍痛答应了 此刻他的内心彼此还要难受 这种事 是常人无法做到的 但六哥他做了 他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强大 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因为我看哭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 来源于网络第四 解放后 因为单线联系的上级已经牺牲 六哥一直无法证明自己的地下身份 再无法让党相信的情况 他却依然为组织获取情报 很震撼 伟大的共产党人 即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可信仰仍然毫不动摇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 来源于网络一个被自己的同志都不信任时 他没有放弃信仰 依然坚持到底 我想一般人是忍受不了这种委屈的 他没有哭 但我看哭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第五 当六哥说着那一句 不要当着他们的面杀我 我看哭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为一个失职的父亲 作为一个把一生都奉献给组织 奉献给国家的人 他把自己的亲人置之不理 到最后只能有这样小小的要求了 他哭了 我也哭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最后